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 那这时候你就要注意 跟你的音不相应 这时候出魔式的可能性大 而敬业行人 本身就是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那么阿弥陀佛来了 念佛见佛因果是相符的 决定不是魔 是正当的反而自然的感应 这时候你在念佛的时候 魔没有能力变化佛形过来 念佛之人 他能念地星光和所念的佛号的光 子母光交融在一起的时候 魔是不可能过来的 没有能力过来 不敢过来 这时候赶得阿弥陀佛现前 当然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阿弥陀佛的形象 是从光中慢慢地显现出来的 先是看到光 然后看到佛的形象 但是这个光 有时候是法性的光 我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所以只要你念佛 你就相信阿弥陀佛临终皆隐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 不管我们看到没看到 只要阿弥陀佛到了现场 一切都是吉祥的 一切障碍都没有 一切魔不会过来 一切冤亲债主也捣乱不了 这时候 我们就进入在佛光当中 安全地进入到连台里面 这连台不是我们身体区 是我们的神识过去 神识到了连台 那连花瓣闭合 这就等于进了保险箱 然后弹指间 一念间 就到西方极乐世界 七保持八功德水里面去了 所以念佛行人 魔不可能变现佛像来骗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